2020年3月20日四旬其第三周星期五 弥撒读经分享 耶稣说你离天主的国不远了 马尔谷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 分享 耶稣说爱天主和爱人就是诫命的重心 是天国子民的标记 要做到爱别人 首先是要自爱 尊重自己的名誉 努力保存天主所赐的一切在我们内的美善 使居住在我们内的圣神 居住在一个圣洁的殿宇 就是我们洁净的心灵 这样我们就是有智慧的懂得爱别人 这样生活就是一个爱天主的人的生活 马尔谷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至三十四节 上主告诉欧瑟亚先知 他惩罚犯罪的以色列是要他们在苦难中学习道教训 归回天主的正直之路 做一个一人 欧瑟亚先知书十四章二至十节 天父我们都不义 求你将你的恩宠 倾注在我们心中 使我们常能克胜人性的软弱 并赖你的宽人祝佑 忠于福音的训悔 认罪悔改 归回你的正义之路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门 罗宾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